10月30日消息 在上周的小米澎湃OSG小米14系列新品发布会上 雷军宣布推出一项Ultra Space存储库容功能 对于256GB的小米14 Pro 用户可以获得额外的8GB空间 而对于512GB的小米14和小米14 Pro 用户可以获得额外的16GB空间 今日 小米手机系统软件部总监张国全对该功能进行了解读 表示Ultra Space存储库容功能完全不会对UFS造成寿命风险 而老机型不支持升级 此外 小米已经把标准贡献给了UFS协会组织 为了尊重原创 小米要求芯片厂商做了一点时间保护期 不久的将来 各大手机厂商应该都会适配这个功能 关于小米14发布会讲的存储库容功能 这几天看了一下大家的反馈 感觉还是有必要讲一下这个功能的来龙去脉 文字很长 对技术没兴趣的同学可以只看问题和第一道回答 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 说来惭愧 前些年 连埋域外一直背负臃肿的骂名 这两年一直大力整改 从去年的剃刀计划 再到今年的存储扩容是一脉相传 要彻底告别臃肿 剃刀计划1.0要做到除个别基本功能外 其他系统应用都可以卸在 剃刀计划2.0要做到是系统固件最小 加上存储扩容 确保用户可使用空间最大 超精简小米澎湃OS 不止极致轻快 也能节省大量空间 加上硬件扩容的8GB 对比友商旗舰最多可额外获得近20GB空间 此外 OS中文件去重和动态压缩功能 也让存储效率提升 不仅是大 还更加耐用 综合下来 长期使用存满后 可以多存储30甚至40G以上的数据 技术原理是啥 UFS会不会有寿命风险 完全不会 大家放心使用 要相信小米和芯片厂商的专业程度 也不要被带节奏 简单科普一下坏块替换管理 由于存储器件一般只能在发现坏块后 再用预留空间的单元做替换 一旦没有足够的预留空间 将会导致存储芯片完全无法使用 我们除了根据用户习惯来预留充足的空间外 还优化卡设管理以减少擦险及坏块的产生 并同时支持在长时间使用后 根据用户情况来云控调整坏块预留区 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按照目前重度用户的模型来评估 在每天写入40GB数据的条件下 256GB的扩容芯片依然可以保证超过10年 512GB可以超过20年 请大家放心 要保证最佳的存储体验 需要实现主机文件系统和UFS的深度协同 这在之前FO换星存储功能已经体现过 相同的理念 小米在主机端也基于文件管理深度介入了UFS的资源管理 通过软件实现数据非必要不写入UFS 通过软件加加固件实现写入数据非必要不迁移 减少写入量的同时也实现了更好的Ware Leveling和WAF 老机型可以升级支持吗 需要手机厂商 供应链厂商联合适配 并且要在手机生产的时候做标定 所以老机型不支持 同样的小米14为什么有些版本不支持 为了供应链安全 我们采购了多家存储芯片 虽然小米向供应商试了所有的技术 但有些厂商还没来得及适配 其实上市前几天还有反对意见 最后是雷总的开版 好技术不要浪费 给大家讲清楚就行 多巴G16G就当是享受技术带来的快乐 没有也是正常的 希望大家理解 在小米的推动下 国内外主流存储芯片厂商会陆续适配 这个技术别的厂商可以用吗 小米已经把标准贡献给了UFS协会组织 为了尊重原创 我们要求芯片厂商做了一点时间保护期 不久的将来 各大手机厂商应该都会适配这个功能 小米从成立开始 一直希望和所有厂商一起推动行业进步 这个不需要解释吧 大家应该有目共睹 据雷军此前介绍 一块标称256GB的手机存储 实际的真实空间 其实超过了275GB 其中 93.1%的空间是用户真实可使用的 剩下的6.9%被称为Over Provision 简称UP 是存储器内部管理占用的空间 这部分空间在手机的使用过程中无法被利用 小米与存储器厂商进行了紧密的协作 首先 小米修改了空间管理策略 将UP需占用的空间从6.9%压缩制约3% 这个过程需要深入了解存储器的工作原理 以确保在压缩UP区空间的同时 不会影响到存储器的性能和寿命 在多次的测试和优化后 小米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平衡点 然后 小米让澎湃OS文件系统新增了逻辑地址映射范围 使得它能够管理这部分新空间 这个过程中 小米需要对文件系统进行深度定制 以确保它能正确 高效地管理这部分新增的空间 小米的工程师们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调忧 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